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一出来就会有弹幕飘过 还比较善意说 哎 这哥们长得有点像张若云 然后后来可能是确实颜值不断下降 到我在上台的时候 突然那个弹幕就变了一个画风 说哎 这个大哥有点像那个马德华 你看这个用点就有点显年纪 对吧 很多年轻的朋友有点confused 马德华老师 这个大哥你看反应很快 这就一看大概72年 对吧 上大学那年俄罗斯还叫苏联 然后这个马德华老师 86版西游记猪八界的扮演者 别别别 这个不用认可了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总是被这种东西伤人 这都不说了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看 我有时候会加大一点别角的英文 在讲段子的时候 是因为确实我是个留学生 有留学经历 但我一直很自卑 我就感觉你像忽兰那种留学生 确实一看就有文化 然后显得比较洋气 我就经常挺土气 我后来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跟我爸对我的印象还挺大的 我爸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民出身 然后呢他就没啥文化 但不知道为啥 对吧 我爸身上就有一种中年人的迷之自信 我带我爸出国旅游的时候 走在国外的大街上 他总喜欢用河南话跟人搭讪 我带他去澳大利亚旅游 澳大利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朋友们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讲河南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父亲 对吧 长了五十多年 就不了解这个事实 第一线到澳大利亚 前面有一个中年妇女 很有气质 本地人在遛狗 我爸没有任何由于上去说 哎 能夹狗多大了 我说爸爸 你不妨hold on a second 语言的隔阂 都无法阻止你对social的热爱吗 后来第二天我们到了墨尔本 去墨尔本撞 墨尔本的城市挺好的 逛得很开心 逛到下午两三点 还没有吃午饭 我爸跟我说他饿了 我说没关系爸爸 我说你饿了 你不懂英语 我懂英语 我给你买个东西吃 对面有个那个三明治店 我给你买个三明治 我爸当时坚毅地 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 不用 我自己来 我说那你挺厉害 父亲对吧 你自己来吧 我爸就昂首阔步 走进了那个三明治店 卖三明治的店员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白人小姑娘 左兄前挂了一个名牌 叫Selina 我爸特别自信 跟那个小姑娘说 小妮 给我哪个这 而且由于我爸如此之自信 导致Selina以为我爸说的是英语 因为Selina也知道啊 澳大利亚最大特点是什么 不说英语 不说河南话 你讲错了 Selina也知道 不说河南话 她那一刻 她心里想的肯定是 这个人说的不会是河南话吧 对吧 她心里一定想的是 她这么自信 说的一定是标准的英文 而我如此之愚蠢 没有理解 她开始疯狂过我爸道歉 I'm sorry Pardon me Can you sit again, sir 我爸也听不懂 越来越着急 两个人来了数个回合之后 我爸太急了 说给我拿个面包 摩伊安面 哎呀 你要说小姑娘 毕竟年纪型脑子好使 这一刻终于明白过来 这人是个神经病 我的父亲最终还是靠着 精妙的body language 和无比的自信朋友们 买到了一个三明治 他出那个商店的时候 手里拿那个meatball sandwich 我都觉得不是个 sandwich 那就是世界文明大团结的图腾 我的不洋气 还提到另外一个方面 我没有什么洋气的爱好 我从小跟着我爸 看我们河南台的李源春 看那个戏剧节目 对吧 我总喜欢看一些戏剧曲曲异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我就听什么流行歌曲 总爱往那些方言上靠 前段时间我听到一首那个网络流行歌曲 叫《直短情长》 没有人听过吗 这首歌我就怀疑是个河北唐山人写的 这首歌是这么唱的 怎么会爱上了他 又决定跟他回家 放弃了我的所有 我的一切无所谓 直短情长啊 我想这什么直短情长 这是张立荣老师的单曲吧 张立荣老师你们知道 河北唐山人 本来这首歌我说实话 我就感觉是一个年轻的网络歌手 倾诉自己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那个口音一出来 我就感觉是张立荣老师来说 我主嘛就爱上了他呢 谢谢毛龙龙龙龙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周琪默 谢谢 我平时呢 经常会愿意去快餐店吃饭 我就特别讨厌店里的一种人 就是那种点餐特别慢的人 他会活活把一个快餐店 变成慢餐店 我有一次去一个面馆点餐 不知道为啥 排在我前面那个哥们 轮到他点餐的时候 就跟个傻子一样 就往那一站 你们这儿都有啥吃的 服务员说 我们这个都是面 菜单子在上面 您看一下 哎 那个酸辣笋尖面 来一份酸辣笋尖面是吗 不是 那里面都有啥呀 那里面主要就是笋尖 还有面 笋尖那就算了吧 我看一下 那你给我来一个 你给我来一个那个什么吧 给我来一个那个 下面也有啊 哦 都一样的是吗 牛肉面 牛肉面 酸辣笋尖面 酸辣笋尖面 行吧 那要么 你就给我来这个 酸辣笋尖面吧 然后不要辣 服务员说 先生我们这个汤就是辣的 做不了不辣的 别的面都可以做不辣的 别的都可以做不辣的 行吧 哇 哎 您四段第三个目的字 哎 就是炸 然后他就走了 我在他后面想 你是个大熊猫吗 你只能吃个原味的笋 啊 大熊猫在四川待久了 都能吃酸辣笋尖了 我排在他后面 我真的特别的生气 我气到什么程度 就轮到我点餐的时候呀 我特别想把刚才 逝去的时间都补回来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点餐 轮到我的时候就是 酸辣笋尖面 在这吃 微信 那个感觉就是 哥们懂行 是不是 哥们跟那傻子不一样啊 我还挺佩服这种人的 其实我最佩服的人啊 是天津大爷 当然这是那种好的佩服 我就感觉 没有天津大爷 解决不了的事 我之前在网上 看过一个视频 是一个天津的大爷 上楼 劝说一个 跳楼轻生的少年 因为那哥们失恋了 那大爷就很强势 一上去就是 小伙子你下来 你这次敢骂呢 没有用 没有用 为你女的 你至于吗 你至于吗 今天二十几啊 二十几 十八 借你是庆春季啊 庆春季 你听伯伯的 听伯伯的 伯伯是过来人 你要门有的是 然后这哥们就下来了 就非常管用 因为很强势呢 让他没有时间的思考 但是你看美国人谈判 一般翻来覆去 就那几招 比如面对着一个 劫持人质的歹徒 一个谈判专家 可能会上去 Hey buddy I'm not armed Okay I'm not armed Please do not harm the girl Okay You wanna talk Can we talk No Okay Relax Relax Jesus Relax Relax You wanna talk to your mom No Your girlfriend No I told you I want one million dollar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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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时候呢 警戒线外面 可能已经围着 很多人在那围观 其中就有一个 去美国旅游的 天津大爷 Jesse干嘛呢 Jesse 我只能打市惹 我只能把我打了 我只不察已 你认识什么呢 认识什么呢 Listen to Ba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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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ant money You want money You make it You have 50 years to go You have 50 years to go How are they How are they Listen to Baba You come to China And be an English teacher How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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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